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在之前,唐三把力致作泰龙和泰龙都做了一顿 导致最后没办法,只能和泰坦老爷子亲自出马了 泰坦老爷子可是一个封号豆罗伴的存在 他的武魂是大力猩猩 算是全豆罗大陆里力气最大的武魂了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封号豆罗 能在单天的情况下在另一方面战胜他 唐三命的这么强的一个男人 即使是说全身解数 最后还是承受不住泰坦大人的压力 最后再挥挤关头 只能够拿出最后的杀手锏,浩天锤 当唐三拿出浩天锤武魂的时候 大姐都非常惊讶 浩天锤在豆罗大陆里是个身份的象征 而泰坦也是立刻明白了唐三的身份 泰坦自己都是唐三做梦的附庸呢 哪还敢继续打唐三 不过这些唐三都是不知情的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夫妻是个铁匠 这一下,恐怕泰坦会把一切都告诉唐三了吧 而唐三知道一切之后 和武魂店之间必有成决斗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最近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